林太的講話為活動正式揭開序幕 今天的論壇主要分為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專題討論 題目為政府及商界的扶貧角色與定位 中場休息之後 將進行論壇的第二部份 個案分享 題目為弱勢群體的能力建設 現在我們有請至今研究中心副主席 劉明偉先生為我們主持專題討論環節 討論小組成員包括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方敏申女士 扶貧委員會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 羅志光博士 香港總商會常務副主席彭耀佳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正經碩士課程 客席講師黃元山先生 請劉先生及幾位嘉賓上台就座 將時間交給幾位 多謝 其實今天我們很幸運有四位 這麼具星級的講者來跟我們分享 我的角色其實就變成了一個指揮交通而已 今天這個討論環節其實就是 我們分開兩部分的 每個講者就會有十分鐘的演說或簡介 四位講者簡介完之後 我就有一個互相討論的環節 我也都有兩個課題想在第二個環節去探討一下 不如我們等第一位講者Kristine 開始跟我們介紹 開始跟我們介紹 那個思考和再討論 那就承接剛才 那就是扶貧箱裏面的 包括一些硬工具 包括是很具體的一件事能夠脫貧 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讀書和做事 就業機會 另外就是工資水平 那麼打份工 夠錢去養家 是解決貧窮的一個很重要 那麼現在我們有最低工資 那麼第三呢 就是退休保障 當員工退休的時候 他們那個生活 是不是令到他們不要再面對 長者貧窮的問題呢 那麼這些是硬工具來的 軟工具呢 剛才我想大家看過這個報告 都看到很多 就是商界掌握很多的人物網絡 那麼我們看到近期很多的社會企業 都能夠受商界的人物網絡幫助 其實他們的發展的空間和支援可以很大 第二就是資源援助 無論是捐獻 或者我們看到一些食物銀行 各樣東西在物資和金錢上 裡面去幫助一些貧困 在扶貧裡面去做一些事情 第三就是一些軟工具 一些能力建設 因為商界掌握這個生產力崗位 很多一些就業難就業 或者就業困難的朋友 其實如果有商界的幫忙 提升他們的生產能力的條件 提升他們的知識去掌握生產這個工具 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總結 反而有兩點我想說的就是 第一說就是官商民的協助 三個大圈 不是大圈仔 政府、商界和公民社會 政府和商界通過稅收 再去分配 去解決社會問題 貧窮的問題 商界通過捐獻 通過一些社會企業責任 和公民社會去幫助一些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政府通過一些資助服務 去支援公民社會 去照顧協助一些貧窮和有需要的人 但是我們要探討 能不能夠三個圈 能夠重複的三方協助 以前曾經都提過TPP Tripartite Partnership 三方的合作是什麼形態和什麼要素呢 這一點我想留給大家討論 不過我想舉一些例子 第一就是三方協助 這個不只是捐獻 不只是資源再分配 不只是服務來的 地區貧窮的經驗 今屆貧窮委員會比較少說 過往經常都有說 我怎樣在地區裏面 一個跨界協助的協助平台 大家都記得天水圍悲情城市 發生了事的時候 你看到有一些商界特意在裏面 其實都不是商界 是馬會和Donald有關的 在天水圍建立最大的call center 在那裏提供就業機會 天比高 余曾在裏面為青年人去踏出創意事業 去有一個很大的培訓基地 地區扶貧由居住一個單一 比較貧窮公屋的社區 怎樣去引入一些就業機會 一些發展機會 給這一代下一代的人 我們探討東涌 東涌將會再搬入二十萬的居民 其實現在東涌已經是就業 開始面對一個困難的了 我們知道北大嶼山幾個大的商界的朋友 包括機場、迪士尼、亞洲Asia Expo、三六檸 都是在想怎樣用好東涌一個發展 其中一件事就是港珠澳大橋 本來這條橋在中環高速公路就飛了上去港珠澳 駁了一個小的通道 下回東中 其實也是給東中的發展 一個城市的規劃 就業、居住 各界是怎樣協作呢 這是第一個可以討論的 第二就是大家這次在一千個project裏面 你會看到就業的支援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由就業的錯配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的 有工沒有人做 有人沒有工做 到支援弱勢去就業 例如有政府的政策協助 清建、展翅為青年人 為殘疾人士的陽光就業計劃 這些都是一些官商民 去幫一些難就業的朋友 去踏入一個就業的起步 第三,剛才司長也提及了 基層居住的問題 劏房、惡劣環境 到一些在未進入公屋之前 他們有一些好些居住的安排 剛才司長介紹的光訪計劃 都是由商界的朋友 還有一些業主 在捐出的地方 給社企或者社伺服務機構 去營運給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前兩天大家看到市區中轉房 是否可以政府在政策上有一個協助 在一些工廠、大廈改建 變為臨時的居所呢 這些都要有政策、有資源、有運作的團體去做的 捐地算不算呢?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會看到是三方 去提出一個解決辦法 最後一件事 這個圖其實我在歐洲 歐一個說的 Partnership Alchemy 在瑞典去說 那時候是社會夥伴 在90年開始提的 我覺得這個框架正好 讓我們在今天的討論 去到一個新的台階 就是怎樣去減少 怎樣擴大一些成功功伙伴的項目 而達至更大的社會影響呢? 大家看到 最頂頭就是 哎呀 不好意思 刪了 成功的項目 我們看到有1000個在這裡 怎樣由成功的項目 變為一些的 institutional change 是組織制度上的改變 譬如我們看到有些的企業 他是看到一個社會問題 他變為他的社會企業擇入一個環節 譬如我們看到兒和集團 將精神健康 就是mindset 變為一個 他們整體去一個集團 去肩負社會企業擇入一個聚焦 我們看到有一些 怎樣在成功的個別例子 譬如說幫一些難就業的弱制社群就業 譬如大家下去有一個目標 在他員工裡百分之五是產生人士 那項目變為制度 變為一些的營商的策略 第三個圈圈下去 就是剛才說的 亦都是至今你們建議一個網絡的平台 我就覺得加插了一些除了網絡的平台 是一個學習互動的平台 舉個例子 就是環保商業 BEC Business Environment Council 在香港的 就是環境的保育 就有一批企業出來 就不只是一個資訊交流 反而是一個互相學習 大家去聚焦 你做青年人我做殘疾人士 這個是一個經驗分享之餘 有一個互相培訓 即是能力建設在商界 其實在外國 那時候舉個例子 在80年開始 有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 在英國去推動 它有一個叫做 Seeing and Believing 就是帶動一些大媽媽去看 喂 真的 我們都有貧窮嗎 在哪裡 有什麼做 也有一個 英國在90年 就是Prince of Wales的 Business Leaders Forum 成功項目 我看到一些問題 但是有什麼解決辦法 是一個平台去討論的 這個Learning Network 就是第三步 就是第三步 第四步 如果是要有社會影響 大家坐在那裡談完 也有事情要做 在公共政策範圍 是不是有所改變 我們看到 最尾的改變是立法 好像最低工資 但是未去到那裡 其實有很多層次的工作 其實官商民協作之下 可以是在公共政策範疇 有所改善 去解決貧窮的需要 那麼政策諮詢 就會快要啟動的 全民退休保障 或者是最高工時 那麼一定都是要官商民去給意見 第三就是 就是一些資源的配合 譬如是看到居住的問題 經濟的誘因 好像清建、展設、就業機會 怎樣鼓勵 不僅是大公司、中、小企 都給一個機會 一些難就業的青年人去試 一些的加許和鼓勵 加許鼓勵不是幫你貼金 而是把一些好的東西 能夠其他人看得到 也都學習得到 也都可以影響多一些人 那麼這幾點我留待 就是大家再討論 那麼就希望大家可以把窮字拆走 多謝 好多謝Kristine的分享 其實我們 之前做這份商界扶貧研究的時候 我們其實發覺一個隱形但嚴重的問題就是 其實多方面 無論是政府、民間組織、商界 其實有很多很多有心人 很想做事的 但是總是很多時候落實不了的原因就是 找不到夥伴 找不到夥伴 或者他們心目中的idea 是有落實的困難的 那麼其實我們推廣這個 建立一個網上平台 其中一個原因都是想一個方便 平靚正的方法 去鼓勵不同機構不同界別 去多些交流 多些鼓勵 還有多些成功例子 讓大家去複製 那麼現在不如時間 我們交給羅子江博士 去講一下他 政府的角色是怎樣的 他們在搞機的時候 作為關係基金專責小組的主席 都要利用這個機會澄清少少 第一就是關係基金仍然是歡迎商界捐錢的 不過我們只不過沒有努力去打人心口 第二就是 雖然我自己也不是很多時間做籌款的工作 但是每一次我籌款的工作 跟商界朋友說 通常我都是希望商界除了出錢 都是出力 因為力更加緊要 不過大家都知道 剛才師長也提到 現在已經進到另一個部分 就是除了出錢出力 還要出腦 即是說還要幫忙去思考怎樣去做 所以有時候現在 有些商界的策略 除了是去付錢一些非政府機構去提供服務之外 甚至我們叫做一些企業的義工 就是開始有不少的企業開始去想 他們希望可以譬如說 要建立一種服務的模式 開始去尋找一些夥伴 一起去製造這樣的模式 然後去試行或者去推行 這些夥伴去做這些模式 可以包括學院的朋友 可以包括非政府的機構 我相信這些都是 即是我們除了捐錢給關係基金 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所以我不會太詳細去說 那麼貧窮的問題 雖然我們在說滅貧 防貧 甚至我們盡量去減低 未來的貧窮現象 不過我相信貧窮是 有人類歷史都已經有 在將來的社會也會繼續存在 而問題就是 成因是很複雜的 每一個人在不同的社會環境 都有不同的成因 很難去一概而論 所以簡單來說 扶貧的工作也不是單一 一定要是我們叫做多元化 全方位去處理這個扶貧的工作 才能做到的 所以說扶貧的工作是全民有雜日 我這個圖中間的部分 就少少是 我想如果讀過市場學的朋友 就會稍為覺得這個圖好像很熟臉 就是中間就是客人 另外有四個P P就是Place 其中一個就是地區 因為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情況 而我們在說的 另外一個P就是Price 就是一個資源的問題 包括人力的物力 剛才我還要說 另一邊就是一些知識 和一些訊息 當然也有政策 計劃和項目 就是它的產品本身 我利用這個圖 就是希望商界朋友 將扶貧工作作為一個市場 你去尋找你自己的市場空間 如何透過你的專長 你的知識 你擅長的資源 在這個扶貧的市場 找出你的角色 去建立你自己的市場 這個圖和剛才的Christy的圖好像差不多 不過就是三個圈圈 不過在這裡說的那三個 如果我們去想扶貧的工作 都是從三個資源去著手 一個就是錢的資源 第二個就是社會的資源 社會的資源 第三個就是人的資源 那究竟大家的專長 是在提升人力的資源 社會的資源 還是財務的資源 這個我相信 都是一個策略上去選取的考慮方法 這是最後一個鏡頭 所以我不需要十分鐘 我相信 我們在說扶貧工作 都是要由那個 我們叫Strength approach 強項 很多時候做扶貧工作 可能有一個傾向 看到有些弱勢群體 他們很需要幫助 到時在世界上做的工作 我們就叫做Weak approach 就是Weakness approach 看看他有什麼 他找不到工作 我幫他找工作 他看不到工作 我找人幫他看工作 這些都不是Strength approach 譬如我們說Strength approach Dialogue in the dark 作用就是失明人士 他是一個黑泉黑暗的環境 這是他的Strength 所以任何我們想的項目 的企業 不僅是受助人 我們要從Strength的角度去看 提供援助的人 都要從自己的Strength去看 我們經常說 社會企業 都有一個議題的討論 就是很多時候 搞社會企業 就有很多社工去做 究竟社工的專長 是不是搞企業 大家心知肚明 於是 那個問題就是 如何去尋找他們的Strength 我不是說社工不應該去做 只不過社工 他有自己的Strength 就是他要運用其他人士的專長 來協助才能做好工作 所以所謂Strength的項目 就是不要自己去做一些 自己並非專長的事情 當然商界的朋友說 我的專長就是賺錢 那只是賺錢 那只是捐錢就算了 不是的 大家在賺錢之中 你還有很多專業的知識 是可以幫到的 譬如很明顯 我在過往有參與過 看一些項目的計劃的時候 尤其涉及一些可持續的項目 通常我看到寫得最好的 那些都是Banker寫的那些 很明顯看到 他從一個所謂Business Case的角度 去看一個項目的發展 他的看法和自己的專業的知識 是很幫到那件事的 所以我們所謂的專長 有很多在知識層面 也是相當之重要的 所以這裡說的是 以己所長 避重就輕 寫難取義 最重要就是各種所能 互補不足 多謝大家 謝謝智江 其實我也回應智江說 瓜域基金和司長剛才說 我們要開始突破這個 只是捐錢模式 其實我們報告的重點是 捐錢以外可以做的事 但其實我也應該補充 捐錢不是不好的 我想大部分社福機構都會同意 捐錢是最基本的基本功 其實關於基金 關於基金第一輪 Fundraising之後 募捐那方面的活動都少了 所以其實我認為 我認為募捐不容易 捐錢和派錢更難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 無論你是個人 還是中小企業 還是大企業 其實天天在你身邊周圍 都很多人跟你募捐 作為一個派錢 是去買期兩元雞 還是捐幾百萬 多少億聲都好 派錢是有選擇的 派錢是有選擇的 是有選擇的 這個我覺得 其實無論是社福界 還是政府 去做籌款活動 這個應該是著重 派錢是有選擇的 派錢是有選擇的 有選擇的 它是可以選擇 捐去這裏 或者捐去那裏 這個我覺得 在那些提案 在籌款活動 這個應該是一個重點考慮 到下一位 我們也講到商界 不如我們去跟彭妖佳先生 回來分享一下 謝謝 謝謝劉副主席 也很開心 今天可以出席 這個論壇 因為 的確在扶貧這個工作 商界是有一個角色的 我們都很深入地研究 這個報告 我們都有一些觀點 首先就是 其實今天香港的貧窮問題 跟六十年代那時是不同的 那時貧窮真的不夠吃 可能就是沒有書讀 或者就是連住屋都成一個問題 所以香港今天仍然都有劏房 或者是有人上不到樓 但是那個問題跟以前木屋區 或者是跟以前真的會睡覺 那時貧窮就是不同 因為那個貧窮的問題 改變到 按照今天 那個社會 那個貧富懸殊的問題 以及是機會均不均衡 以及大家是沒有平等的機會 可以向上流 這個就是一個relative poverty 是多於一些非洲國家的 absolute poverty的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呢 我們都要正視 因為呢 如果是在社會裏面 仍然出現這種問題 而我們是不去 大家攜手去解決的話 令到香港未來的發展 和香港的社會和諧 是會有一個重要的影響的 那在貧窮方面 我們也在觀察 其實是在兩個範疇 特別是要關注的 首先就是 教育的範疇 真的 現在的年輕人 很多時候都覺得 對未來人心惶惶 就是不知道 讀了那麼多書 都會不會 有一個好的工作 或者是可不可以 真的怎樣 可以報答他的父母 父母可能投資在他身上的 教育的資源 有個期望 但是兒女呢 又可不可以 得到這個教育之後 是真的可以報答他的父母 或者是為了自己 建立一個家庭 是有一個美好的將來建設 這個大家有這個疑問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觀察到 人口老化 是一個相關的問題 那麼香港那個 就是 那個life expectancy 是很高 這是一個好事來的 香港是一個福地 那些人可以真的 活到八年歸老 但是當然也製造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當老年人增加 而出生率 是同一時間降低的時候 我們就會對退休的人士的貧窮 都是一個要重視 以及一個要了解 以及一個要關心的課題 那我們就是對 至今研究中心 這個商界扶貧的報告的看法 報告提出 商界是積極參與扶貧工作 那麼這裡我們是商界十分贊成的 那麼總商會 或者商界 作為社會的一份子 在有足夠資源的前提之下 我們應該是回饋社會的 也是商界對有需要的人士 應該是伸出援手 在履行我們本身企業公民的職責之餘 我們應該是建立 就是企業正面的形象 那麼香港總商會這一方面 也都是不貴餘力 經常鼓勵我們的會員 以及實際的行動 都會參與一些扶貧工作的 所以我們認為是共同建立一個 彼此關懷 和諧共融的社會 和我們企業和整體經濟 和整個香港的發展的競爭力 是有幫助的 那成如這個報告所說 香港商界參與扶貧 和在虐勢社群的範疇 一早已經從傳統的金錢 和物品的捐贈 已經開始進化了 開始不只是出錢 也需要出力 和出腦 我相信TBIC之後 有幾位會分享過案的機構 都會提出這一點 而這件事 我自己服務的機構 都是一樣地做的 我們會鼓勵我們的年青的同事 我們會鼓勵他們 不只是工餘時間 是去做義工 甚至我們都很多時候 鼓勵他們 幫服務的機構和持份者 如何給他們一些想法 去提升他們的競爭力 令他們可以脫貧 而報告裏面有建議七個 目標受惠的組群 我們大致上是很認同的 組合之中的 特別是青少年 是值得我們關注 要透過適當的教育和培訓 加上提供足夠的機會 才能幫助年青人 可以脫貧 以及我剛才也提到 老年人的問題 報告方面 並不是特別提到 關於老人長者方面的 貧窮結構的問題 這方面 我們也鼓勵 在研究長者貧窮的問題 可以再做更多工作 當然 資金或社福機構做很多工作 政府當然 傳統來說 是做一些 直接接觸 或者是一個 第一線的支援 和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如果希望商界可以幫助 做多些脫貧的工作 政府也要協助商界幾方面 一方面 就是真的要幫商界 去識別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因為商界本身 不一定很 懂得知道哪些人是需要幫助 是哪些人是沒有那麼需要幫助的 那怎樣可以判斷最需要的人 給商界伸出援手來協助呢 令到我們可以提供的力量 可以到達最需要的人士 這是其中一件事 第二 政府可以做的是鼓勵 因為其實很多 今天做生意 很多中小企做得很辛苦 很多時候 已經做到晚上八、九點鐘 他們怎麼會有力量 可以星期六日 去做一些Volunteer Work 或者去鼓勵自己捐錢 再做多些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都需要一些鼓勵 如果無論是社福界 或者是政府 都提供這方面的鼓勵 就會令到做得很辛苦的老闆 都會願意做這個脫貧的工作 另一方面當然就是教育 教育不是說是教育年青人 教育在我們社會不同的持份者 為何大家要有責任去做這件事 今天做這麼多位 當然出席這個會議的人 都已經很信念這件事了 但我相信在社會上 還有很多商界的朋友 他們每天都很辛苦做事 他們都完全沒有想過或者忘記 在這方面他們有這個責任 大企業通常是不會的 因為大企業他們有一個團隊 以及有一個意欲去做好這件事 但香港的大企業 是佔香港的公司 百分之十幾二十左右 大部分是中小企的 而中小企的 他們的遍佈率是全香港不同的地區 他們涉及由零售開始 到服務性的工作開始 他們剛才幾位港姐都說過 他們不太知道怎樣去做 所以他們需要教育 需要給一些想法 他們怎樣可以在這方面 幫助到香港有需要的社群 所以在這幾方面 政府也要扮演教育社會的角色 以及鼓勵有提供援助的人 或者做得多 如果沒有人讚賞的話 其實是很容易洩氣的 所以這方面 尤其中小企的朋友 需要這方面的支援 另一方面 講到商界自己 剛才羅博士都說 其實說了一件事 是很公道的說話 商界首要的任務 其實是要做好他的生意 為什麼要說這件事 因為他要競爭 香港今天都要面對 他無論是北、南、不同地區 就是和香港競爭的 香港的企業 首先要做 就是要做好他的社會 他自己的工作 持續競爭的能力 透過這件事 他可以第一 做一個好僱主 可以給工 製造就業 和增加就業職位 這件事已經是幫助他貧 第二 如果他有競爭力提升的話 當然他可以出一些好的工資 和更多花紅給他自己的員工 給他們 而他們得到好的工資 和培訓 他們可以幫下一代 他們自己的兒女 當然 一個賺錢的企業 就會交稅 希望越賺錢 就越交多些稅 交到稅 政府就可以拿到稅收 在社福、醫療、教育 這些領域方面 就可以分配資源給有需要的人士 所以商界做的或者賺錢的工作 不是一個壞事 可能是賺這麼多錢 其實賺錢可以交到稅 交到稅 透過稅收 可以由政府安排去分配資源 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當然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責任 但這個責任是不可以少 因為如果沒有稅收 政府也沒有錢去做這樣的工作 當然賺到錢之後 如果有競爭力 當然可以想一下 我們怎樣可以做多些捐錢 做多些直接的幫助 所以就是 剛才也說過 不僅是捐 是需要出力 出腦 很多大機構 已經鼓勵同工 用一些公司的時間 也會用自己周末的時間 透過公司的組織 或者安排 去服務一些有需要的社群 無論是幫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維修他們家裡的家具 幫助一些弱勢社群 去找一個就業的機會 去學生幫他們補習 或者教他們英文 這些很多時候 大企業是有組織安排到 我們也希望繼續鼓勵 商界裏面的大企業 更重要的是中小企業 也鼓勵他們的員工 做多這些volunteering的工作 除了這個volunteering工作 除了這個volunteering工作 之外 當然剛才也提及過 實習的機會 給一些跟家和校合作的組織 幫助多些年輕 或有需要的貧窮線底下的家庭 幫助他們的兒女 可以有實習的機會 最後我都支持報告的建議 就是說我們要多些去努力 商界要多些去參與脫貧工作 吸引更多的企業 就是去踴躍參加 幫助我們整個社會 脫貧工作 商界在不同的層面 其實是想做的 在香港的捐錢 公益金的收入 其實都證明到 其實商界是很願意做的 我們需要 就是不只是一部分的大企業 就是在做這個牽頭的工作 希望更多 就是中小企 都可以納入這個重要的工作 幫助我們的社會 謝謝 很感謝彭先生 我們去第四位說之前 我都應該preview一下 這個討論環節 我想有什麼課題 因為其實商界扶貧 這個課題太大 我要選了兩個 比較聚焦的課題 去跟大家研究一下 第一個課題就是 中小企 幾位都說過 中小企 去參加扶貧工作 一定有它的考慮 有它的困難 有它的限制 有什麼可以鼓勵 可以facilitate 可以獎賞中小企 這個無論是政府做的事情 或者民間機構 民間組織做的事情 有什麼可以鼓勵 幫中小企 去做扶貧工作 這是第一個課題 第二個課題就是 代用咖啡 代用咖啡 其實近這幾個月 都賣過不少報紙的 代用咖啡 也都想聽一下 大家幾位待會 對代用咖啡在香港的可行性 這時候 另外三位講者可以考慮一下 以上這兩個課題 我也交給Steven 第四位講者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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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他們在搞POWERPOINT的時候 我先講一下 overview overview 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 Why cares 為什麼要做 為什麼要做 為何要做 大家可以來 都是私班的一員 都是信這件事 但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剛才彭先生所講 這個世界 如果沒有論述的話 那就沒有人理會你的 也要有一個論述 在當中 第二就是 講完Why cares 就講How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是不是講的容易做的難 大家都很有理想 但是 開完會之後 回到家又怎樣呢 那就How 第三就是 What What tools 有沒有實質的工具去幫助我們 所以就是 Why How 先講這個 Why 先講 Why 首先就自我介紹 我就是 芝加哥大學 你知道芝加哥大學 就是 我們的祖師爺 就是所謂 Milton Friedman Milton Friedman 就是有個名言 就是 社會企業唯一的 社會責任 就是 為股東 賺取盈利 這個就是 企業的社會責任 我是從這個學校的 所以 從那裡到這裡 我都經歷了很多思想的掙扎 但是 我這個 我這個 思想的掙扎 坦白說 亦都是很多香港人 坦白說 仍然在購買 佛利文理套 就是說 說企業 社會責任 不用說了 賺到錢 就可以了 其實仍然有很多人 在想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我們需要反省的地方 有三個 有四個 我放了三個 第一個 就是Bill Gates 我用中文翻譯 就是說 如果我們找到一個 辦法 是令到 去 generate profit 令到你賺到錢 或者 為到那些政客 去 賺到票 而 同時間 幫到 那些貧窮的話 那我們就能夠找到一個 可持續 去減少 這個不公平的 一個這樣的方法 這個很對 是不是 如果你想到一個方法 又幫政客 拿到票 又幫企業 賺到錢 同時間 就是能夠 去減少這個 不公平的世界 這樣的話 這個就是可持續 因為scalable 第二 Bill Gates 會不會就這樣說一下呢 就是他跟哈佛有個interview 他說 有個現象很有趣的 就是證明了一個 所謂failure 現在的資本主義 他說 We spend 10 times more on male bonus than on malaria 就是我們現在 這個社會 是用十倍這麼多的資源 去醫治這個 不知在座 在座沒有 就是這個男性 就是中年發線 向後移的危機 或者光頭 我們原來 是用十倍這麼多的資源 去醫治光頭 然後去醫治這個 Malaria Malaria 雖然香港沒有 但是仍然會殺 一百萬個小孩 令到二億人 會生病 就是說 我們的資本主義 這個運作 令到我們 使用更多資源 使用更多資源 去醫治我們 光頭的問題 而去救 二千 二億的小孩 每一個生病的問題 你說是 沒辦法 那二億的小孩 在非洲 光頭都在美國 美國的人 有錢 當然自然要去 服用美國有錢的人 這個就是資本主義的邏輯 但是我們的問題是怎樣呢 很明顯 這個不是我們 心目中最理想的 一個機制的運作 結果不理想 你想想 如果你說有一個機制 可以救到幾百萬人 但不救的話 移光頭 這個不是一個好的機制 所以最後我就 說 John Mackin 就是一間上市公司 在美國 Whole Foods Market 就是說 一個上市公司的 Founder 和CEO 所以不是一間中小企 不是說 說一下就算 他就說 原來 free market capitalism 就是說我們所謂的 自由 資本主義 是一個很有力 很powerful的 一個這樣的 idea 但是 我們應該 aspire more 我們理想 應該是高一點的 就是說 希望除了 依光頭之外 那也是好事 你想想 如果沒有資本主義 可能光頭也依不好 光頭是要依的 但希望不要只依光頭 都依了那些 是救了一條命的 那我們有一個aspire 我們高一點的理想 做不做到呢 這就是我們 現在就要想的事情 就是我們why 為什麼我們坐在這裏 想想 商界其實是否可以再做些事情 我第四個曲目寫上去 就是說我們 其實 我們企業要賺錢 但是有個人 他說 Seng Gi說法 就是說 我們企業的盈利 對於企業來說 就等於 我們人的空氣 就是我們要休息的 我們每個人都要休息 企業是要盈利 要不然大家都要死 是不是 但是我們人生存 那個目標 不是為了休息 是不是 有誰是為了休息 而生存 沒有的 這個世界 是不是 有些人可能是為了吃東西 但是 很少說是為了休息而生存 但是正如企業一樣 其實 每一個企業 就是我認為 是不是都應該有一個 higher purpose 有一個目標 而不是只是為了 賺錢而賺錢 正如我們不是為了休息而休息 不是為了休息而休息 不是為了休息而休息 那麼這個呢 都是我們問回自己 一個也是主流社會的一個 一個ideology 一個跟它一個論述的對談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想的 那麼 當我們想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那麼 說而已 做事實上是很難的 那行不行呢 為什麼一間公司 要 profit maximize 很簡單 就是我這裡說 這個奪命金 誰有看過奪命金 這部電影呢 有人看過 其中一幕呢 就是我以前做銀行的 所以 但是我不是做銀行 但是有一幕 就是一個銀行銀行 就是為了自己的quota 就要騙那個阿嬸 賣了一些高風險的東西 是不是 那麼 那一部電影呢 就說 為什麼要騙那個阿嬸呢 原來他給老闆出數 那個老闆就是一個很mean的老闆 但是就是這樣 那一部電影 那我其實回家就在想 那為什麼這個老闆會出下面的下屬的數呢 就是因為老闆都還有老闆的 是不是 那通常你知道 management 101 就是你把老闆給你的預算 擴大1.1倍 這樣 就叫你下屬做的 那到時候你又可以 under promise over deliver 那又可以升職了 那就是說 那老闆的老闆最後是誰呢 是CEO 那我記得以前 就是做銀行都是這樣的 那個quota呢 就是大家都是 就是think in the air 是不是 就是說看去年這條數是怎樣 那說今年 唉 三成增長了 是不是 那你既然拿到三成增長 那下面就要分的 是不是 每人分 分點分點 每人加大一點點 那最後下去下面那些 就是很大的數 那因為每人都加少少 那最後呢 其實有一個邏輯在裡面 CEO為什麼要追人數呢 CEO 那都是要跟股東交代 跟董事會交代 跟股東交代 是不是 那股東 我在想 譬如銀行 香港最大的銀行 那這個在座也很多 是那間銀行的股東 是不是 那麼多不少了 是不是 那麼我想問一下你 就是你買那間銀行的股票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那間銀行究竟做多少社會責任呢 你只是想著買那間銀行 都是聖誕中就買銀行股了 是不是 那麼 想著財息兼收 又收息 又增長 這個世界好像天堂 那樣 都是這樣想 想著賺錢 就是你買股票的時候 作為一個股東 一個投資者 你也是想著賺錢 然後你掉頭就罵那間銀行 喂 我是想著賺錢 不過呢 我想你的管理 除了賺錢之外 還會飛的 做了其他所有的社會責任 就是什麼意思呢 你買股票 別給他 但是呢 你預期他做其他事情 其實責任在哪裏呢 責任在股東裏 那股東是誰呢 我們大家一起 所以剛才羅先生說 和羅博士說得很對 真的大家一起的責任 說真的 如果我們一方面人格分裂 我打算自己做股東 每個人都有 就是那個 搶職金 都要有很多手 搞銀行股 我一方面只想著賺錢 一方面呢 跟著又 就可以 打在一個面具 站在道德高地 罵那些銀行家的話 我覺得就有少許人格分裂了 所以呢 我覺得是 必須要每一個人自己做 就是我們所謂的 社交投資者 當我們做投資者的時候 我們都是想 喂 我們投資那間的企業 我們運用我們自己的資源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那間企業有沒有 自己的社會責任 這件事呢 我覺得很重要 那麼 由於時間有限 我不會講完所有的事情 那麼 其實呢 你看到 有一個 慢慢有一個 合成的 就是說 有些人傳統呢 就是捐贈 做Philanthropy 但是呢 他們開始會 想多些 會可以sustainable 去做Philanthropy 就可以想想這些 所謂impact investing 就是你做投資 另一些呢 就是傳統的投資界 就是覺得 只是做投資 開始有所謂ethical investing 就是道德的投資 有一些所謂social investing 一些所謂Islamic investing 都是呢 是想 其實賺這個 financial return以外呢 其實我們都是 希望呢 create到一個 所謂social return social return 就是我們所謂的 除了 有一個 bottom line以外呢 希望呢 是有兩個bottom line 唯有每一個人 都是這樣想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有兩個bottom line的時候 企業才會改變 如果不是的話呢 大家呢 都是當這個 CSR呢 是marketing budget來的 是不是 都是一個形象工程來的 唯有你care 作為一個股東 譬如我不知道大家 買股票的時候 有沒有打開那本sustainability report 來看看呢 是不是啊 沒有啦 當然是看看它收多少息的 是不是 我就建議大家 對一對它本sustainability report 究竟做到多少天 現在其實已經有很多 像是公司有做 那這個不難的 嗯 就 我另外一個反省呢 就是 double bottom line 是不是真的make sense 大家都聽過 是不是真的make sense 那麼 我自己的contention 我自己的assertion 就是說 其實每一間公司呢 都是 不會一個零social impact 不會一個零social impact 你走出街 就有一個 你做任何事情 都一個social impact 不如那間做 衣服 那樣 就是我不說哪間公司 都是 只是有negative 或者有positive 是不是 就是說呢 很多人選擇不去理 這個呢 在經濟學上面 叫做negative externalities 界外效應 你只不過呢 做了一些對社會不好的事情 而你不需要pay for 而你去賺那些錢 這個呢 不可能是零social impact 只不過在乎你的公司 理還是不理 那這個就 那這個就 我最後一點呢 就是 剛才講了how 做了wide cares 講了how 就是每一個人 做一個投資者 都要care 第三 就是我們其實要有tools 就是說呢 我們講social impact 必須要quantifiable 和必須是measurable 現在呢 很多人做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要quantifiable 和measurable 但是超級大勁困難 是不是 因為 但是這件事呢 我相信呢 如果要真是這個 所謂social impact investing 或者即是我們 social investing 能夠持續呢 必須在這一方面 下加多多個輔功 由於時間關係 那我今天講這個 多謝謝Steven 多謝 我們進入這個討論環節之前 想問一下 有誰是不熟識代用咖啡的 大家都認識的 誰不熟識 誰不熟識 如果不熟識的話 我們不會去討論的 不如這樣 我們做一個民主協商 我們剩下十分鐘左右 大家想討論中小企 如何扶貧 還是代用咖啡 中小企的舉手 代用咖啡舉手 有了 想解釋 可以簡單的主題 做什麼 我們可以選擇咖啡嗎 當用咖啡嗎 當用咖啡嗎 當用咖啡其實 來自 網絡世界 我不敢說來自意大利 雖然那個網上故事 就是來自意大利 就是怎樣 一個咖啡店的顧客 進去買自己一杯咖啡的時候 就買多一杯 但那杯就不是即時交貨的 不是即時交給你 基本上你只是買了一個 贈券或者一個credit 到時你走完之後 有個無家可歸的人 進去說想喝杯咖啡 你早上買了一張代用券的時候 就是來finance去支持 那間無家可歸的人 喝了一杯咖啡 這個故事 傳說就是在意大利 出現 意大利 開始的 其實香港 近幾月 報紙都賣過不少 代用咖啡的時候 在旺角還是深水埗 有一間麵包店 開始了代用麵包 當麵包的做法 我了解就是 用一個 一個券的形式 你給了錢之後 拿回一張券 券是可以給任何 你覺得值得 喝你一杯免費咖啡 吃你一個免費麵包的朋友 或者給社福機構去派 這張券 去給有需要的人士 這就是 用咖啡當麵包的簡介 我剛才的問題就是 在香港可不可行 不如我們 開始看看 港姐想分享一下中小企 還是 不如自由發揮 我們其實時間也沒有很多 不如 不如 至江先 看看想分享些什麽 先說一下代用咖啡 事實上的很相似概念 一向有所存在 不過 最接近的是 購買一買買一買買買 其實也只需 兩件三件的錢 只需買一件 就買買買玄 現在買買買便買買 質疑是 卖一台机身上 但跟另一台机身上捐给苹果国家的年轻 所以这类型的概念我觉得可以 因为大家很习惯去百货公司 购买一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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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在给两台机身上的钱 所以我想这些理念是可以参考的 我想说第二个题目就是关于中小企 因为在香港大部分的中小企除了做出入口之外 很多在服务行业和零售饮食这部分的工作 而这些中小企的营运是一个地区 很多时候都比地区化 所以刚才我提到的其中一个项目 就是市场混合其中一个地区 就是地区就是地区的问题 如果我们在地区的扶贫工作 实际上可以尽量去找一些服务行业 包括了饮食业 零售业 这些企业一起去合作 看看有什么工作可以帮助 包括了给一些工作经验 甚至买一乎三个人 我觉得这类型的东西我都可以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些银行有很多客户是中小企的 是他们的支柱 去推动那些就有一个鼓励和支持和接触 另外刚才罗智康所说的 地区为本的中小企的参与其实是好一点的 其实我觉得中小企现在的生存空间 就像YK所说的 最重要是他们能够站好才能够帮忙 其实中小企本身的生存空间也是很辛苦的 你看以前公屋村下面的全部都是中小企的 就是产典仔什么的 全家都没有了 那时候如果他有一个店铺 就是买一架机 五毛钱 那些小朋友就熬很久了 那些他就可以有一些帮忙 很像政治刚才司长说的那些萧立铺 就是能够可以用一些的食物券去帮一些 就是社服务机构去看到有帮助的人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中小企除了中介的平台之外呢 中小企本身在自己的生存空间 其实政府有没有有一些的支援呢 因为他们自己都站不住 尤其是地区你看到越来越 就是这些小一些的 就是我们 就是鬼都叫做mom and pop shops 就是这些街坊铺 那这些街坊铺就可以真的帮到街坊了 那现在街坊铺也没有的话 那就是这个是一个问题 谢谢 谢谢 我有一点的想法就是 资本主义最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 除了create wealth 我自己觉得 就是所谓innovations 創新 就是逼你去想想的一定是 就是如果这个生存方法不行的话 就是下一个生存方法 那所以呢 我自己觉得中小企坦白说 我都接触很多 都是很多朋友都是做中小企 那其实是没有办法 是一定要想想的 那就是说什么 但是这条方法呢 又可以和扶贫是加密的 这个idea不是我说的 是大家都知道 那个nobel price winner Gramine bank 那个人说的 是不是 就是说 Gramine bank就是说 这条方法呢 就是说 喂 他当然不是想着 唯有撒钱先 但是他也是要赚钱 才能生存到 那间币 是不是 他就是说 在Bankadess里面 去透过一个microfinance 去令到在create loans 的过程当中 是又帮到人 又赚到钱 这条方法是innovations 即是说 如果没有innovations的话呢 所有东西都是浪费 是不是 因为大家都是照版主 照样去做扶贫 照样去做自线的话 是不行的 但是呢 我想他这个Gramine bank 大家的啟发在哪里呢 那个啟发就是 也都后来有个教授 C.K.Parlas 寫了一本书呢 就是关于怎么样 在market of bottom of the pyramid 因为大家知道 扶贫的人口 贫穷的人口 真的永远都是多些 就是社会 所有社会都是金字塔的 很多时候呢 刚才为什么人们会想着 去医治那些光头 不去医治那些malaria 就是想着大家都是 focus on the top of the pyramid 是不是 企业通常都是 focus on the top of the pyramid 为什么呢 好像容易赚 坦白说 就是你整个种 整个鲍鱼也会购费 但是 问题就是 不是人们都吃到 一只有鲍鱼的种 更加多人是吃一只 平平淡淡 但是你做得好 有条路 大家会买的种 是不是 你怎样能够 attack that bottom of the pyramid market 就是 我想就是中小企 大家一起想 他一方面生存到 但另一方面呢 又帮到那一层 那一层 像罗博士说的 是个place 是个location 因为我们就是 中小企很多就是 in the middle of 有需要帮助的地区 如果我们不做的话 哪个做呢 我们不想的 哪个想法呢 所以我觉得 如果能够将中小企 加上商界的 innovations 我觉得就是 大家一起 能够共赢的一个空间 中小企 其实就是中小企 都不是完全没有生存空间的 现在呢 就少了海味店 因为那些人不是那么多吃海味 不过呢 就是多喝咖啡的 所以呢 其实香港很多现在是楼上的咖啡店 就是一些年轻人搞的一种中小企 那中小企 当然就是 他们需要的生存 但是当然就是社会的支持 那也是在教育 或者是一些 基本上好像税务的优惠 可以帮到他们的话 就会令到他们 那个税务 那个企业 开头那两三年成功 因为呢 中小企最大的危机的时候 就是在头那两三年 因为他刚刚开始的 那中小企呢 他也是刚才也说过 在地区性呢 是可以发挥这个扶贫的工作 那可以怎么发挥呢 第一 他是在一个社区里面 那刚才好像教授也说了 那就是 你们光顺哪一家银行的股票 你希望他也会有一个社会责任的话 那如果那个中小企呢 他也会在他地区里行的社会责任的话 其实呢 在社区住的人呢 都会更加呢 就会喜欢 或者是光顾那间商店 那对他来说 是一个商人 他就帮人 别人也会光顺他 那另一方面 刚才我都说的是要鼓励 因为呢 做事真的辛苦 中小企是很辛苦的 那就无论是 或者是区议会的主席 去鼓励一下他 或者是政务专员 因为以前我们有很多 这些叫district officer 现在都比较少看他们的新闻里面 如果他们真的会 请一些有帮助 就是社区的人士 那些中小企的话 请他吃饭 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 只是很简单的饭 但是呢 让他知道呢 原来你做的事 是有人留意到 你做的事 是有人认同的 你做的事 是有人多谢你 可能是一块感旗 或者是一封信而已 是小小的鼓励 是可以令到 很多中小企老板 是会愿意做的 没有鼓励 到这么早就会洩气的 所以这种鼓励 是不需要花什么钱的 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仪式 一个recognition 但是呢 有样东西 是会给力量给他们的 所以不可以低估这个鼓励 所以我就觉得 中小企是需要鼓励的 很多谢四位讲者分享 其实我们 最后这十分钟 一幕在中小企 中小企 其实下一个环节 我们也有几位中小企 和不同行业的讲者 和我们分享 他们可能压力非常之大 但是我们不如现在 休息十几分钟 喝一杯咖啡 再回来去第二个环节 多谢大家 多谢四位讲者